今天是教会的周年庆 好不好我转头过去跟你旁边的人讲 落福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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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PowerPoint please 我想刚刚讲到幸福小组研习会 那我要特别请我们当中的 辅导小组长还有主席 都sign up去参加 辅导小组长主席都sign up去参加 那个惠玲 惠玲那边有报名表 所以你待会在做完礼拜离开之前 你就写个名字就好了 剩下的我们都来负责这样子 那我希望所有的小组长辅导 还有那个主席 都一起来参加幸福小组研习会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呢 做一个传福音造就门徒的教会 落福48岁了 48岁不算短的一段时间 当然也不是特别长 上个礼拜我在芝加哥服事 那么他们邀请我到一个芝加哥 中华友爱教会去服事 那那个教会呢已经成立110年了 已经成立110年了 所以落福48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 那开始呢 他们那个教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在19世纪有一些华人 过来到美国那边盖那个跨越美国的那个铁路 那么美国那个铁路盖好了之后 那他们就留下来 那有人跟他们传福音 那他们就信主了 于是成立的教会 那么落福这个教会呢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那一些从台湾来的移民开始 成立的一个教会 所以开始聚会的时候呢 是用台语来聚会 那么到现在我们用三种 台语 华语 英语来聚会 那从开始的时候就落福这一家教会 那么到现在呢 刚刚我们的那个影片里面 只有一个字 一个字错了 他说近百家 那事实上现在是一百四十几家 在那个 然后南美没有教会 是中南美洲有教会 这大概是在我们的script 稍微有出入的两个地方 这样子 那回顾过去四十八年以来 那我们看看落福呢 走过高高低低 高低起伏 有经过大小的挑战 有欢笑 也有泪水 那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 在提醒我们这两三代的人 事实上我们都一直得到 神他的眷顾 蒙神他的恩惠 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有停留在说 数算神的恩典 这些恩惠 或停留在现状里面 我想周年庆 也一再的在提醒我们 那其实我们教会成立的 负担跟异象 那就是传福音来造就门徒 那其实 其实传福音 跟鱼 跟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常常我们如果在路上 你可以看到路上 尤其是有着 或在停车场 你会看到有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车子 后面的窗帘 就是后面的尾盖 你会看到有人贴这样的一个标志 标志 就是一条鱼 那有时候就是一条鱼空空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有时候里面会写Jesus 那有时候里面写这些字 那是希腊字母 叫做 Ectus Ectus 那你也不太晓得那是什么字 那就是说 那你知道说 看到那条鱼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 车主 应该是一个基督徒 那其实Ectus 那个希腊文字 它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鱼 我希望有一天 说不定 应该有人做 因为这鱼的形状 那里面就写一个中文 什么样 四点水 就是一个鱼 所以Ectus 那个希腊文 最上面的希腊文 就是鱼的意思 那其实他 为什么 这个基督徒会用鱼 这样的一个标志 来代表基督徒 其实是开始的时候 因为基督教 不是一个合法宗教 在出2000年前 基督教不是一个合法宗教 所以那时候 特别是在 主后大概300年那个时候 迫害特别厉害的时候 那么基督徒呢 事实上 他们就把这个鱼 当作他们的一个秘密 的一个标记 那里面写的那个字 鱼那个字 其实鱼那个字 因为就是鱼嘛 一个字 但事实上每一个字母 每一个希腊字母 都代表什么 都有一个意思 都代表一个字 那英文里面叫做 acronym 就是说每一个字母 就是那中文 最接近的叫做什么 叫长头诗那种东西 就像那种东西 所以他那个每一个字母 分别代表 I 那个I 我们就说I 那个字 那个字实上就是耶稣 第一个字母耶稣 那第二个字呢 第二个字母是基督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母代表是神的 第四个字母代表儿子 然后最后一个字母 代表什么 救世主 所以整个鱼那个字 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 是一个暗号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救世主的意思 那么他们有时候 那知道说 希望了解对方 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们有个暗号 他们的暗号就是 那个一个人画一个笑脸 那不是Amazon 不是Amazon 他画一个笑脸 然后另外一个人笑一笑 就画另外一半 这样画出来 一个笑脸 再画下来 一个人哭脸 对不对 那这样变成怎么样 两半加起来正好一条鱼 他们就知道 对方就是什么 对方就是基督徒 你如果画一个笑脸 上面你把它打两点 两个眼睛套罩 你不是基督徒 对不对 所以就不跟你讲话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基督徒 把鱼拿来当做他们的标志呢 其实事实上 这跟其实在福音的故事里面 我们的福音书里面 很多时候门徒跟鱼呢 事实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如果你如果翻到 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约翰福音21章 那个地方一开头就这样讲 他就说 他说在这些事情之后 在那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待会讲 他说这些事情之后 耶稣就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就是加利利的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 那他怎么样显现呢 记在下面 他说有西门彼得 跟称为迪图玛 迪图玛的多玛 就是那位多疑的多玛 并且加利利的加拿人 拿蛋叶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是谁 西比泰的儿子是谁 雅各跟约翰 雅各跟约翰 还有另外两个门徒 他们都在一处 所以大师兄 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 来我要去打鱼 他们就说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那他们就去了 上了船 结果一整夜的嘛 都没有打到什么 这等到天降 快要亮的时候呢 这时候耶稣站在岸上 那门徒呢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没有吃的 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 那么你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 你们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所以他们就听话 就把网 他们就把网 就撒在船的右边 撒下去 竟然拉不起来 一整夜没有得到什么 现在撒下去 全部都来了 竟然拉不上来 因为鱼怎么样 很多 甚多 结果他们上了岸之后 我中间跳过一点 他们上了岸之后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耶稣就对他们说 把刚才打的鱼 拿几条来 就西门彼得呢 他就上船 把网 拉到岸上来 因为在船上面 拉不上来 就上了岸 再把那网拉上来 结果那网里面 满了什么样的鱼 什么样的鱼 大鱼 不要想太多 就是大鱼 你想说是什么鱼 大鱼 大鱼 一共几条 153条 鱼这么多 但是怎么样 网没有破掉 网没有破掉 所以说我们在想说 其实这是 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 事实上 当使徒约翰 已经写完约翰福音了 结果他再加上一段后继 所以这21章 是后来加上去的 他已经写到20章 写完了就结束了 他再加上一段后继 说复活的耶稣 在加利利的海边 向指导门徒 怎么样来捕鱼的故事 所以说门徒跟鱼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到为什么 已经福音书写完了 其实我想真正的答案 到底为什么 约翰又加上第21章 有一天我们碰到 使徒约翰 你问他一下好了 但是我深信 我深深相信说 其实使徒约翰 他到写到20章 写完了 他又回过头来 提醒门徒说 有一句 最近常常有人听过 叫做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其实你看 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的一节 最后一节 其实约翰已经把这个福音书写完了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 已经复活耶稣 那约翰福音第20章 最后面那个故事就是什么 向多玛显现 对不对 向多玛显现 然后他最后这样讲 他说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又行了很多的神迹 并没有写在这个书上 但是写这么多的事情 你们从头看到尾 对不对 太初有道 一直看到这个地方 写这么多的事情 就是要叫你们能够相信 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 神的儿子 并且要叫你们信他 就因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 所以你知道你读福音书 就是要让你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怎么样 所以写福音书 当然是为了要传福音 让人家相信说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因着他的名 我们可以怎么样 得救 所以到这地方应该怎么样 打句点 period 福音书 已经写完了 可是写完了之后 约翰又加上一段 就是哪一段 就是第21章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 这些事情之后 这些事情之后 所以我们想到 他已经写完了 证明了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已经复活了 但为什么他又写这么一段呢 事实上他在跟我们 讲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被定十驾 他已经复活了 他怎么从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 凡信他的都可以因他的名而得救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 但他说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但他的什么还没有结束 什么还没有结束 我跟你讲 他的job已经结束了 work已经结束了 什么work 救赎的工作 救赎的工作 因为他已经定十驾 已经定十驾 然后死亡 然后再来怎么样 复活 那work 那个job已经结束了 但什么还没有结束 mission还没有结束 mission还没有结束 这为什么耶稣就是给我们大使命 mission还没有结束 所以他要跟我们讲说 其实约翰写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写到这个地方 福音书已经结束了 但是前面我写给你们看的 当然写给信徒看 也要写给谁看 还没有信主的人 但是最后我再加上一张 告诉我们这些门徒 已经信主的人 不忘初心 为什么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知道了 但是不要忘记 他的工作结束了 但他的什么还没有结束 mission还没有结束 那请问这个mission要谁去完成 要谁去完成 我跟你讲 就是叫教会去完成 就在教会去完成 教会 教会是谁 教会是谁 转头过去跟你旁边想 就是你 就是你啦 就是我啦 教会就是我 你说那只有我们 不要忘记啦 教会是谁 教会就是一个头 再加上一个身体 头就是谁 耶稣基督 对不对 那身体呢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教会 所以整个加起来呢 就是教会 所以这个使命要谁去完成呢 就是教会 所以说 所以说约翰写到这个地方 他在一次说 你看让我们再回到开始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老师 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他的job 他的work已经完成了 再接下来我们要跟他一起来 完成什么东西 mission 你想想看 我们刚刚是怎么样开始的 你看看 所以他写 约翰福音21章 再回到什么呀 我又我们再一次 回到我们整个故事开始的地方 让我们记得 我们是从哪里被呼召的 还在想想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那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耶稣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 刚刚约翰福音21章 在加利利的海边 刚开始的时候 故事就从加利利的海边开始了 记不记得那一年 耶稣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 看见弟兄两个人 一个叫做西门彼得 刚刚西门彼得在不在 在 跟他的兄弟叫什么 叫做安德烈 安德烈 在那个海里面撒网 他们都是什么呀 他们本是打鱼的 用英文讲 就是他们都是什么呀 他们都是fisher 他们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渔夫啦 对不对 那么耶稣就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得人怎么样 如得鱼啦 他们完全听得懂 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得人如得鱼了 于是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又往一起往前走 又看见两个人 又是兄弟 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刚刚在不在 刚刚的故事还在那里 西比泰两个子 这里讲了 一个叫做雅各 一个叫什么 约翰 约翰 就是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 西比泰都在船上面补网 耶稣就要招呼他们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别的父亲 就跟从了耶稣 所以故事 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 门徒的故事 就是在那个海边 加历的海边 耶稣在海边行走 这样子吗 像那个打鱼的 一个两对兄弟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西门彼得跟安德烈 另外一个是 约翰跟什么 雅各 所以耶稣呢 呼召他们来跟随他 所以这些跟随他的人 叫什么图 叫什么图 耶稣呼召人跟随他 跟随他的人叫什么图 门徒啦 门徒 所以你知道门徒呢 原来门徒现在叫做什么图 叫做基督徒 耶稣呼召人跟随他 但那个叫做什么图 门徒 门徒现在叫做什么图 基督徒 所以说你看 耶稣呼召人跟随他 就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 所以耶稣说很清楚 你们来跟从我 我要怎么样 使你得人如鱼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受到呼召 我们的基督徒 事实上都是被呼召的人 我们基督徒都是被呼召的人 而且耶稣给每一个 跟随他的人 就是基督徒 就是门徒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 就是什么 得人如鱼 这为什么在福音书 写完了之后 已经写完了 period的 对不对 约翰怎么样 还浪费了墨水 不是浪费 他有目的的 他说让我们不要忘记 回到起初故事发生的地方 再一次我要告诉你 你看看 我们在那个地方 耶稣复活了之后 在那个地方打鱼 记不记得那一天 我们一夜都没有打到 但是怎么样 耶稣叫我们去打 我们就怎么样 打到怎么样 一下子不到五分钟 就满网 整个网都是怎么样 都是鱼 记不记得 他们当初我们被蒙造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 得人如鱼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门徒 都是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 做怎么样 做得人于夫的 So clear 没有改变 你说怎么知道没有改变 因为我写在圣经上 对不对 就好像说 你问小孩子 为什么你知道上帝爱我 耶稣爱我 为什么你知道 对啦 因为圣经告诉我了 你怎么知道你被蒙造 当做得人于夫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怎么样 圣经告诉我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 就让你们看 这本书 多半人都没有看过 这本书上面写的是 洛杉矶台语福音教会 哪个教会 洛杉矶台语福音教会 全部是哪个教会 来我们再说 就是我们教会 就是我们教会 洛杉矶台语福音教会 年代是哪一个年代呢 上面的字很小 你看不到我帮你读 上面的字写的是 我也怎么看不太清楚 1973 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写的是1973 上面的字应该是日期 照片 照面右下方那个是1973 6月13号 但是上面的标题 你可以看得到 看得清楚 礼拜堂奉献教育馆落成 继三周年纪念什么 纪念特刊 纪念特刊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里面 显然就是三周年的时候 怎么样 教会成立三周年的时候 教会怎么样 建堂完成 而且它的教育馆也完成了 所以就是那个样子 跟我们现在的礼拜堂 长得像不像 不像 对了不在这里 那个地方是在 我看看在哪里 在Huntington Drive North Los Angeles California 白云牧师你有去过那个地方 有 白云牧师去过 我没去过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教会的第一个礼拜堂 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是我们三周年的时候的特刊 应该是落伏教会的第一本特刊 第一本特刊 对不对 所以说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这本特刊不但是庆祝三周年 还庆祝什么 教会建堂完成 还有那个 所以说这个里面 这里面也记载当时 宪堂时候的什么样的程序 还有宪堂时候的起应文 都放在那个里面 所以当时的名字叫 洛杉矶台语福音教会 它反映的当时 开始的时候是只用一种语言 就是台语来聚会 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 全家福 这个叫高吉乐牧师 高吉乐牧师 这个是洛福的第一位牧师 洛福的第一位 全职的牧师 是这位高吉乐牧师 这是他的全家福 你不晓得记不记得前年 我们在四月份 前年我们四月份 我们宣教乐的时候 有请从这个墨西哥宣教 回来的 那个什么 Rick and Eunice Rick and Eunice Rick是一个白人 Eunice是一个什么 华人 还有点点印象的请举手 Rick and Eunice 有 那个Rick 那 Eunice Eunice就是旁边那个小妹妹 看到没有 牧师前面那个小妹妹 就是Eunice 就是她 就是她 这差不多是1973年时候 他们的全家福 所以是洛福的第一位牧师 他在这本特刊里面 有一篇的文章 叫教会的憧憬 教会的憧憬 他讲到教会有 他对教会有三个憧憬 第一个憧憬 他说是在上帝的带领下 建立一个自立自治自传 的基督教会 就是说自立自治自传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接下来他说 其实本教会成立的一个 本教会的成立是以传扬福音为主旨 所以一切的活动跟事工 都要以传福音为中心 他写得非常清楚 他说本教会成立的一个什么 是以传福音为中旨 所以一切的活动 都要以什么为中心 传福音为中心 第三个就是积极筹建 自己的礼拜堂 公信徒崇拜教导 跟团契联谊之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一个 这一个憧憬 事实上让我们需要 我们不断的一再的被提醒 让我们知道说 教会不管我们的活动有多少 活动有多少 但是都要以什么为目的 都要传福音目的 或者说教会的活动 不管有多好 如果他怎么样 如果他不是在传福音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考虑他是不是要继续存在 因为他说教会 是以传福音为目的 因此教会所有的活动 都要怎么样 都要带着一个怎么样 福音的目的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也有orchestra 对不对 但是我们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也welcome 不是基督徒的人来参加 但youth来参加 但是我们希望他来参加 不是只来拉小提琴 对不对 不是只来for music 我们希望他干什么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借此也能够跟他怎么样 跟他传福音 所以说一切都以传福音为中心 所以说讲到传福音 传福音到底谁要去传 传福音到底谁要去传 我们刚才讲到传福音谁要去传 教会去传 就是怎么样 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去传 你想想看刚刚 耶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怎么样 得人怎么样 如得鱼 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到说 我们是谁 我们是渔夫 我们是渔夫 他讲得非常清楚 得人如得鱼 其实他的英文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什么 就是鱼夫 其实钓鱼的人有两种 有些弟兄姐妹 也蛮喜欢钓鱼的 我们有去钓过鱼的请举手 有没有 不少人 好 手请放下 喜欢钓鱼的请举手 有没有 也有蛮多 哇 宝鱼牧师你喜欢钓鱼 都不知道你喜欢钓鱼 哇 OK 好 你知道 其实有两种你去钓鱼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钓鱼是为了怎么样 喜欢钓鱼的时候钓鱼是娱乐 娱乐 recreation 对不对 钓鱼是好玩 所以说你去钓的时候 对吧 一方面 对不对 鱼钓上来的时候 有一种成就感 兴奋感 对不对 吃自己钓到鱼 有一种满足感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吃 还有好吃感 对不对 还有好吃感 然后我们还看到说 其实在那地方等于上钓的时候 还有一种怎么样 tranquil 就是有一种悠闲的感觉 宁静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去钓鱼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享受 这是recreation 可是渔夫呢 渔夫钓鱼是什么 渔夫钓鱼是他们什么 是他们的专业 是他们的专业 是他们的profession 所以一个是recreation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是profession 这是他们的专业 所以渔夫 渔夫的目的非常清楚 渔夫目的就是抓鱼 而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 他是渔夫都应该怎么样 去抓鱼 就好像我们要去上班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就怎么样 我还是得去上班 对不对 我如果喜欢才去上班的话 那老板会跟你讲 可以啊 你就怎么样 today is going to be your last day 谢谢 就这样子 所以渔夫跟他recreation不一样 对不对 recreation我喜欢不喜欢 我自己决定 但是你是profession的时候 不管喜欢不喜欢呢 怎么样 你都要去抓鱼 因为渔夫的目的就是抓鱼 门徒的目的呢 就是要怎么样 门徒目的就是要为主来 为主得人 因为4章19节那个地方 他说来跟从我 我要让你怎么样 得人如鱼 英文一看 得人如鱼 英文一看那个地方 他文文事实上就是怎么样 对不起 少了一个 英文那个地方 原来一看的话就非常清楚 I will make you 怎么样 fishers of men 所以那个地方 得人如鱼 但是在英文那个地方 原文那也是原文 原文也是按照这样写的 原文呢 原文事实上就是 我要使你成为怎么样 我要使你成为一种 渔夫 而渔夫得的是怎么样 是人 我要使你成为渔夫 其实这句话 这句话对谁啊 一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彼得跟什么 彼得跟安德烈跟约翰 跟还有什么 约翰跟雅各 他们一听都非常清楚 听得一清二楚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别人 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就是渔夫 所以他们不会听错了 所以他们一听到耶稣 耶稣说 我要使你得人如鱼 我要使你成为得人渔夫 我要使你成为得人渔夫 他们不会听错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抓鱼的 所以他们知道说 我跟从耶稣基督 不是跟好玩的 我跟从耶稣不是跟好玩 因为耶稣说 你来跟从我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是怎么样 得人渔夫 所以跟耶稣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跟耶稣的人 就是要做什么 做一个得人渔夫的人 所以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不止这样子 耶稣对门徒的呼召 事实上也就是 对门徒的应许 所以说我们大家想 你现在稍微就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了 牧师讲说原来基督徒就是得人渔夫 但问题是怎么样 问题是我不会抓鱼 对不对 我不会抓鱼 我已经在这个地方 混了好一阵子 对不对 我看起来像个基督徒 但是我不能让人家知道 我不会抓鱼 你知道这个古代 中国有一句成语 有一句成语叫做烂鱼怎么样 葱树 对不对 你要不要让这个烂鱼葱树 都知道什么叫烂鱼葱树 对不对 知道了 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 知道了 那你要不要让烂鱼葱树 发生在你身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不要 我没有强迫你 你要不要 要再想一想 有人再开始想一想 你要不要 我 牧师说 基督徒就是得人渔夫 可是问题是 我不会抓鱼 那已经有一阵子了 好 已经有一阵子了 那你要不要当个烂鱼葱树的基督徒 你要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 好 那我们就这样去做决定 好 我没有逼你 对 也事实上没有错 事实上 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呼召 事实上也就是怎么样 事实上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应许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 事实上也是对我们的应许 再注意看 他说什么 他说我要叫你怎么样 得人如语了 我要叫你 其实我要叫 中文有两个动词 我要叫 我要叫 I will make 那事实上英文就是一个动词了 就是怎么样 使你把你做成 所以说事实上 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一点怎么样 心里有一点紧张了 原来信主是要得人如鱼了 对不对 我又不会得人如鱼 怎么办 我是不是滥鱼 充塑的基督徒 怎么办 不要怕 只要你的头叫你做什么 通常都怎么样 命令都会带怎么样 带应许 命令都会带应许 命令就带应许 所以这地方听清楚 他是说我要使你 其实耶稣要跟你讲 跟那个 跟约翰 跟约翰 跟雅各 跟彼得 跟安德利 跟他讲说 我知道你很会抓鱼 但是 我要使你成为另外一种的渔夫 那叫做什么样的渔夫 得人的渔夫 而且是我要使你成为 我要使你成为 所以耶稣基督是对我们的呼召 给我们讲的呼召 跟我们的 耶稣好像是命令 事实上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什么 对我们的应许 他要改变我们 你说什么样改变 真的那个make make那个字 事实上就是改变 就是一个改变的意思 我跟你讲 你们家里面 你们家里面有 有这个什么 有那个 那个叫做淘气 磁气的请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淘气磁气听不懂吗 我没有中文讲 没有讲错 有啦 我们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讲的 都淘磁气啦 有的请举手 都有啦 我想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我们家都用塑胶的 对 你知道你那个淘磁气 是用什么做的吗 用什么做的 土做的 那个就是 你那个淘磁气用是什么 用土来make make 就是那个动子就是make 所以你可以想到陶磁气 你可以想得出来 那个原来是什么 泥巴 就是泥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耶稣基督说 我要使你 我要使你 得人如鱼 你说这个是什么奥妙的事情 我真的讲 在耶利米书里面 耶利米书里有一次 神叫先知耶利米说 你去那个陶匠 那个就是陶匠 他的那个工匠 他的那个workshop里面 你去看看他去做陶 他去看就看到 那个陶匠就怎么样 手里面拿的是什么样 一坨一坨的泥巴 然后任意他就做成什么样 做成碗 做成罐 做成盆 对不对 随他的意思来怎么样 来做 同样的一个动词 完全同样的动词 所以耶稣你看到 就好像 就好像 那个陶匠手中的泥土 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器具 照样耶稣说 你来跟从我 我要怎么样 把你做成什么东西 得人的渔夫 所以当耶稣基督跟我讲说 你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得人渔夫 我使你压力好大 为什么 我不会捕鱼 我不会捕鱼 所以我就假装一下 对不对 其实我怕得要死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的动作是对的 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当你开始动作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就怕你不动 你动的时候 我就要使你成为什么 得人的渔夫 是我来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 在那个地方 所以但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没有人天生是渔夫 没有人天生是得人渔夫 就好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天生就是医师的 有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doctor 有没有 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任何的 就简单讲 你任何专业都不是生下来就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渔夫指的是profession 专业的渔夫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渔夫 也没有任何人是一个得人的渔夫 天生就是个得人渔夫 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既然讲说我要使你成为 你知道要做 如果把你做成一个得人渔夫 那你要给耶稣机会 对不对 你要给你自己机会 对不对 好不好你转头过去跟你旁边的人讲 给你自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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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都 你知道 因为要做成一个得人渔夫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一个手指都不动 对不对 你一个手指都不动 你会不会变成一个渔夫 会不会 不会 就好像说 你说我励志要成为一个医师 对不对 然后你就开始说 我励志成为医师 然后你讲100天 100年 我跟你都不会成为医师 你就要怎么样 真的走过那样的 有这样的过程 你就会这样 真的成为一个医师 事实上要成为一个得人渔夫 跟成为任何一个专业的要素 都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 天生就是一个渔夫 但是你要让耶稣 来使你成为一个渔夫 这当中这个过程 其实就有三个要素 跟所有你任何 要学任何专业的要素都一样 就是什么要素呢 就是在上面写的 什么要素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要刻意 再来就是怎么样 要坚持 还有一个怎么样 就是要学习 就是要学习 我最近看了一个影集 叫Battlefish 不是斗鱼 是Battlefish 是湛鱼 他在描写 描写在我们西雅图那个州 叫做什么 叫什么州 华盛顿州 在美国的西北角 华盛顿州 他说一些在捕鲍鱼 Tuna Apacourt Tuna 捕鱼的一些渔夫他们的故事 写那个渔夫的故事 所以我看完那个之后 我就发现说 其实真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就是捕鱼高手 事实上捕鱼高手 如果真的说世界上有捕鱼高手的话 我跟你讲 捕鱼高手不是在教室里面产生的 捕鱼高手是在哪里产生的 在海上产生的 所以如果这些渔夫呢 天天就坐在教室里面 对不对 在那边研究Tuna 研究怎么样捕Tuna的策略 我跟你讲 等到了海上之后还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真正要成为捕鱼高手 要到哪里去捕 要成为捕鱼高手 就是要到海上 所以说第一个他们要怎么样 要课艺 第一个就是要课艺 其实当渔夫出去捕鱼的时候 他不是recreation 这是profession 所以说课艺 他一大早就要出去捕鱼 你知道就像学生 学生就要去上课 可不是让你怎么样 随意 你去随意的话 你永远毕不了业 我跟你讲 你随意 你一定要课艺 时间到你就要修 时间到你就要交作业 你如果随意 那教授就跟你怎么样 那当然教授有跟你随意 对不对 他也随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说 做渔夫绝对不是随意 一定要是很刻意 他们一定是一大早就要出去 就好像有一句俗语说 一日之计在于什么 沉 就很惊讶发现 原来老美也懂这句话 这渔夫也懂这句话 他们就这样讲 他们就说 一天的鱼货量 就有什么时候决定 就是早上决定 他说一天会不会抓到很多鱼 差不多就是怎么样 就早上决定 所以他们都是拼早的 拼早 就是说一大早就起来补鱼 所以俗语说的好 早起的 什么 鸟儿有虫吃 所以把他颠倒过来 早起的鱼儿被渔夫抓 对不对 早起的鱼儿被渔夫抓 所以你看他说是刻意的 那不是随意说我想到再出去 No 他们是很刻意的 再来怎么样 他们是非常的坚持的 就像农夫 农夫种地也要坚持 渔夫抓鱼也一定要坚持 为什么 其实 渔夫抓鱼不是一天到晚 你只要船开出去 网撒下去就会有鱼 不是的 所以你知道你要坚持 所以你要做一个渔夫 就是一天到晚 不管鱼有没有上来 有没有鱼抓得到 你都要怎么样 我就是坚持要抓 我就是坚持要try and try and 怎么样 try 是 找 找 找 再找 试试看 试试看 再试试看 你知道在海上好不比在陆地上 所以说你要坚持有时候怎么样 有时候不是风平浪静 不是风平浪静 有时候怎么样 有时候 The sea is rough 对不对 Sea is rough 所以说他们要忍受 要忍受那些海浪的坡淘 但是要不要抓鱼 你若不想忍受海浪坡淘 那你回家好了 你就不用抓鱼了 所以你看到他们就坚持下去 有时候找不到鱼 找不到鱼怎么办 找不到鱼怎么办 你知道即便现在有科技在进步 叫什么叫鱼的雷达 对不对 我发现什么最准 还是大自然最准 我看了好几集 发现什么最准 虽然说他们可以在鱼的雷达上看到 可能哪个地方有鱼 但最准的是什么 最准的他们还是看海鸟 哪里有海鸟 几乎可以确定那个地方一定怎么样 一定会有鱼 但是你在海面上的时候 你看得到哪里有鸟 看到哪里有鱼吗 看不到 那就怎么样 找一找再找 坚持的找下去 等到你真的找到鱼了 你还是得坚持 为什么 你看那一条鱼 那一条鱼我跟你讲大概三四十磅 三四十磅 他们有时候这样 用那个鱼竿拉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怎么样 那个鱼 鱼非常的重 所以你要忍受 忍受那个什么 忍受那个手背 手 腰一定都很酸 而且鱼不会等你 你等到你要去抓鱼的时候 鱼是要跑 还是要留在那里让你抓 当然是要跑 所以鱼不会等你 所以你要用最短的时间 最快的时度 抓到越多的鱼越好 所以他们就看到真的鱼 碰到鱼就刚刚一抓 抓到最后鱼都没有了 痛得要死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坚持下去才有 二续哥要坚持下去 他们就是要坚持下去 他们是天还没亮 刚刚说过了 天还没亮 他们就开始抓 抓到深夜 因为出去怎么样 出去都是成本 船在海上走要不要成本 要成本 人在海上要不要吃饭 要吃饭 什么都是成本 所以他们是抓越久越好 抓到最后 其实他们晚上已经要睡觉了 深夜要睡觉了 我发现他们彼此互到什么 我们通常晚上睡觉说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 我们通常讲说 Have a good sleep 对不对 Have a good sleep 祝你有一个什么 中文叫祝你好梦 祝你好梦 祝你好梦 Have a good sleep 但他们是这样讲 Have a nap 他们打个盾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晚了 对不对 我们出来就是要抓鱼 坚持下去 不到我们的船舱都抓满鱼 越快抓满鱼 我们就越快回家 抓不满鱼 我们就继续抓 对不对 所以分秒必争 不是Have a good sleep Have a good sleep Have a nap 对不对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就起来抓 因为早起的渔夫 有鱼抓 对不对 还有一个其实要成为渔夫 还要不断的学习 幸福小组就是叫你来学习 怎么样来抓鱼 幸福小组就是 其实他在那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船长 他刚才别人在抓很多鱼的时候 他抓不到什么鱼 他抓不到什么 后来有人跟他讲说 因为你都没有用那个 真的活的鱼去 用活的鱼饵 Life bait 用活的鱼饵去引诱那些鱼 所以你都是用那个假的鱼饵 所以你要知道要真假定用 所以让那个鱼饵怎么样 真假怎么样不分 所以说你要用活的鱼 去丢下去水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引诱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些tuna 来咬你那些什么假的鱼饵 那所以他一起说 对了这个也有道理 好了他就学了 他就去买了那个设备 真的他就抓到比较多鱼 可是跟别人比起来 那个鱼货量还是没有达到理想 那后来他的老板 就请了另外一个人 很专业的一个捕鱼人来 他说来 这位先生来 跟你们一起出海 这一次跟你们一起出海 他教你怎么样抓鱼 那开始的时候 这个船长 就是赵彬鱼 他说 我已经抓鱼 抓了一辈子 我还要需要人家教我抓鱼吗 对不对 我还需要人家教我抓鱼吗 他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叫Ego 有那个骄傲 Ego在讲 我还需要人家教我抓鱼吗 我还要你来跟我讲什么抓鱼吗 后来他老板说 你就试试看 他就怎么样 他就谦卑下来 真的 结果这个抓鱼人 就教他怎么样 用其他的技巧跟器械来抓鱼 结果真的让他怎么样 让他抓到更多的鱼 结果最后他就这样讲 他说 其实我发现 其实我发现 其实要在抓鱼的这件事情上面 抓鱼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还有许多的地方要学习 他已经是一个专业的抓鱼的渔夫了 但他最后还是想说 我觉得在抓鱼这件事情上 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让我们知道 我们被呼召是要成为一个得人渔夫 要成为一个渔夫呢 我告诉你 成为一个渔夫的地方 不是在教堂里面 是在哪里 在教堂外面 在教堂外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就是渔夫 但是请记住 你不必很厉害 你才开始得人 但是我保证你 你开始去得人 你就会变得怎么样 很厉害 你不必很厉害 你才开始去得人 你如果是要捕鱼的人 一直坐在教室里面 你不会捕到鱼的 就是出去捕鱼 你才会开始成为怎么样 才会成为渔夫 最后 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 你们把那个网 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就把网撒下去 果然竟然拉不上来 因为怎么样 鱼很多 请记住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耶稣跟他们讲 彼得你把网撒下去 还是约翰 你把网撒下去 耶稣说的是什么 谁把网撒下去 你们 他说是你们 要把那个网撒下去 所以其实让我们记住 让我们记住 其实就像渔夫去捕鱼的时候 很少不会是一个人去捕 一个人去捕 常常是什么 recreation 自己去钓鱼 渔夫去捕鱼的时候 都是大家一起去捕鱼 门徒就应该怎么样 一起去得人 按每一个人的恩赐 一起来合作 得神的帮助 那得人怎么样 得人如鱼 就在我刚刚讲的那个影集里面 在我刚刚讲的影集里面 其实我有看到 其实他们出去捕鱼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捕鱼这样的事情 需要有不同的人 你知道 船要有人开 你要捕鱼船要有人开 对不对 然后你要有人怎么样 要有人撒网 还有人丢耳 然后鱼钓上来 我刚刚已经说 鱼钓上来的时候 拉上来的时候 要越快越好 不然鱼不会等你的 对不对 越快 所以鱼钓上来之后 就要有人去处理鱼 马上处理鱼才会新鲜 马上就是处理那些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捕鱼的行动 他说我们是得人渔夫 不是recreational钓鱼的人 讲得非常的清楚 你看到一个 professional的fisherman 他们不会是一个人出 不会是一个人出海 一个人出海钓不到什么鱼 fishing professional fishing is always a team work 永远都是一个团队的行动 永远都是一个团队 一个人捕不到什么鱼 这是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讲说 你们打到什么 没有 那么听我的话 你们把网杀下去 不是你 不是你 约翰 也不是你 彼得是谁 你们 give it one more try 你们再把网杀下去 你们再把网杀下去 这时候他们真的把网杀下去 一起把网杀下去的时候 拖起来拖不起来 拖不起来 他们大家都拖不起来 真的很多很多的鱼 最近我常常在讲到幸福小组 上个礼拜我们的主日之后 我们开了一个幸福小组研习会 有大概90个人来参加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幸福小组 因为其实幸福小组 就是使门徒成为一个 得人与父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其实我们得人 我们要去得人 其实需要有一个平台 幸福小组是一个很好的得人的平台 因为其实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不需要有捕鱼高手来 才会work 但是你来了我跟你讲 你会变成怎么样 捕鱼的高手 不需要捕鱼高手 所以他谁都可以来 而且怎么样 不是一个人来会work 需要怎么样 我们大家一起来 所以这为什么它叫幸福小组 就是捕人 捕鱼 捕鱼需要怎么样 teamwork 我们要去得人 得人也需要teamwork 高雄福气教会的冯沛牧师 就这样讲过 他就讲过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传统上去得人的时候都是孤军作战 什么就是孤军作战 就是一个人去传 结果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特别这样的方法 孤军作战的方法 其实对于特别是 刚刚信主满腔热血的人 想要去传福音 其实通常我跟你讲 大部分已经做久基督徒了 都是皮皮的 因为做久基督徒 其实常常就是皮皮的 就是怎么样 无所谓 谁会比较有传福音热血的人 其实常常都是怎么样 刚刚信主人 刚刚信主人 但是他如果他自己去传的时候 常常都很快就怎么样 败震下来 很快就气馁了 为什么 碰了一些钉子之后 所以那些热心就怎么样 热心就很快的就冷淡了 其实一个人去传福音 就好像我刚刚说 你要去得人如鱼 你如果一个人去补 补得到鱼吗 补不到什么鱼的 所以很快你就放弃了 坚持不下去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这 刚刚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们拔网撒下去 谁 你们拔网撒下去 就拖的都 鱼多的都怎么样 拉不起来 所以当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就当你们 因为补鱼是一个什么样的work teamwork 补鱼是teamwork 所以当我们一起出去 用幸福小组一起出去补鱼的时候 一起去得人的时候 其实同伴之间可以怎么样 同伴之间会彼此鼓励 对不对 彼此鼓励 可以彼此带导 而且交叉来关怀 那个什么 关怀那个新朋友 对不对 交叉关怀新朋友 所以你传起福音来会怎么样 会很有乐趣 真的传起福音来会很有乐趣 而且还有 其实你看到在团队里面 就像捕鱼里面 要有人开船 要有人撒网 对不对 要有人把那个鱼拿起来要处理 所以说一样 在一个teamwork里面 每一个人的强项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很会搞笑 对不对 这叫破冰 有的人很会搞吃的 这叫做交移 有的人很会美化环境 这叫什么 让人来怎么样 宾至如归 把他的心门就打开 有些人很会讲话 就像牧师 我什么都不会只会讲话 对不对 那牧师就来讲话 对不对 所以只有我去讲话 没有人听 我需要有人怎么样 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怎么样 来搞笑 我需要有人帮我布置 我需要有人帮我搞吃的 只有我去 效果很差 两三下我就觉得 我讲话就是怎么样 没人听 没有人会信的 但是一起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怎么样 奇妙的事情 就在那个地方就发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个幸福小组 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得人如鱼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大家一起出去 因为耶稣已经说 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他说你如果大家一起去 teamwork 你们一起去的时候 我就要使你得人 这是谁 谁挂保证的 是Benson牧师挂保证 还是耶稣挂保证 所以他的事 他的话一定会成就 对不对 Benson牧师说的话 不一定就会成就 但有耶稣挂保证 他一定会成就的 其实谢信神牧师 我们的谢信神牧师 他很可爱 我跟他讲 这个幸福小组 他就马上去做研究 一研究之后 他就发现说 牧师你知道吗 牧师你知道吗 台湾那样子小的地方 已经差不多有40%的教会 都在做幸福小组 已经掀起一阵 幸福风潮楼 我说真的 原来不是只有高雄福气教会 好幸福 对不对 原来现在台湾有40%的教会 大家怎么样 大家都一起很幸福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 这不是只有福气教会在做 只有很多教会在做 我想我们再来看看 4002堂有听过吧 4002堂 如果你有去过台湾 你坐捷运的时候 会经过4002堂 淡水县 4002堂 我们来听听看 4002堂 一个幸福小组的小组长 幸福小组的小组长 他们叫福长 我觉得这个名字 有时候总觉得听起来 有点怂怂的 熟熟的 不过没关系 熟就代表怎么样 有力 没关系 我们来听听看他在讲什么 好来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怎么样 你不要按 我按了就会 我不愿知道我要尽全力的 预备这一次的幸福小组 当幸福小组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们按一点好不好 照他 邀请新朋友来到我家聊天跟分享 哇每一个人当作是上帝的心腹 热情的款待他们 也细心的了解他们 喜欢吃的食物跟饮料 在几次单独邀请之后 我察觉到 在家里的预备的需要 以及东线上的不足 我便将这样的一个需要 在幸福小组的讨论里面 请姐妹们来支持跟帮助 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幸福小组团队的每一个姐妹 都是依靠神且充满力量的女子 我们不只是护出去了 我们还拼了 一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跟奇妙 有姐妹奉献两万元 来预备这次的礼物基金 有姐妹奉献不等的金额 的金钱还有美食 当作是幸福小组的预备 我真是知道 当我愿意先成为那第一个疯狂 爱耶稣的人的时候 神就会带领更多的人 来到他的爱当中 有新朋友对我说 当我认识你们之后 我的心不再孤单 也有新朋友对我说 虽然你跟我信仰不同 可是你为我祷告 甚至觉得很感动 也有新朋友对我说 在幸福小组每次结束之后 他的心里好孤单 因着幸福小组 我学会制作影片 因着幸福小组 我买了美丽 而使人心情好的花 来布置家里 因着幸福小组 我和家会姐妹们的 在这个当中 同心合一 互相的配搭 因着幸福小组 细胞小组的姐妹们 大力的带导 是我们最大的后盾 这一次幸福小组 有多少人来 或者是有多少人 受洗 并不是幸福小组 成功关键的指标 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生命改变与成长 相信才是爱我们天父 所关心的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将一切荣耀 归给爱我们的神 来好 我们把那个灯光 再打回来 好 谢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短片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是不是个年轻的妈妈 所以她的幸福 她的幸福小组里面 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年轻妈妈 你说我年轻妈妈 年轻妈妈怎么幸福小组 对不对 我小孩子这么小 我照顾小孩子就去照顾不完 对不对 你看到他们也在很幸福 你记得她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她说怎么样 我自己做不来 但是当我跟我的怎么样 姐妹们分享的时候 大家就怎么样 那些恩赐的就跑出来 大家就来帮忙了 对不对 这就是怎么样 这就是一起的行动 她自己一个人做不来 而且你还发现一件事情 还发现说 其实她在幸福小组 她做的时候 她就看到怎么样 那一些她的新朋友 就有一些奇妙的事情 就发生在他们的当中了 最后我送你一句圣经的经文 我没有把它打出来 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 马可福音16章20节那个地方 你要看到神迹奇事吗 我跟你讲就在这个地方 她说马可福音16章20节这样讲 她说门徒就出去 已经跟他们讲了 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 所以你们去 对不对 你们去 所以门徒真的就出去 呼怕呼 对不对 耶稣叫我去那我就去 所以门徒就真的出去 到处信服小组 圣经不是这样写的 到处传福音 圣经写到处宣扬福音 结果她就说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去做信服小组的时候 对不起圣经是说 到处传扬福音 她说主就跟他们同工 而且用什么 随着他们 神迹随着他们 见证他们所说的道 所传的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去信服小组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什么 他们为人祷告 就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些人是不是都是灵恩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 他说 因为当门徒去 门徒是谁 门徒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我们 对不对 就是门徒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是我们 就是得仁与父 当得仁与父 出去做信服小组的时候 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主就怎么样 跟他同工 我跟你讲 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怎么样 对不起 神学上不太这样讲 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跟你讲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强迫主跟你一起工作 那就是什么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 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主就怎么样 跟他们同工 不是他们跟主同工 主就怎么样 跟他们同工 他们怎么看到主跟他们同工 因为有什么 神迹随着他们 因为有神迹随着他们 所以说见证他们所传道 所以他们当他们在信服小组 他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 我看开始说 他们是都很灵恩 不是因为这是圣经的什么 圣经上所讲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要他的门徒成为什么 他要使我们成为得仁的义父 而耶稣应许他的门徒 要成为得仁的义父 并且耶稣要门徒一起去 撒网捕鱼 所以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教会 48周年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再一次彼此来鼓励 让我们再彼此来鼓励 造就门徒跟传福音 这是我们教会的中心意向 而幸福小组是一个达成这样的意向 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让我们 这个跟我们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让耶稣基督 借着信福小组 让我们都成为什么 得仁的义父 得仁的义父 你是不是愿意 其实我们的那个惠灵 那边已经把信福小组 信福小组那个sign up 好的这个form 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 从拜结束之后 你离开之前 你可以怎么样 去sign up 参加11月2号到4号的 信福小组研习会 我特别说过我们的 我希望我们的主席辅导跟小组长 你就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就可以了 你旁边写你是主席或辅导 或者是什么小组长 你说我不是辅导 我不是主席 我也不是小组长 我可以这样写吗 你写了之后可能就会变成 辅导主席或小组长 对不对 好 你有胆量写 我就有胆量成全你 没有问题 有胆量成全你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礼拜之后 在外面桌子上面 我们就来sign up 幸福小组研习会 你愿不愿意去做 耶稣都已经讲 你会成为得人 如语的得人渔夫了 你愿不愿意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布 我们用献上尊荣 好不好献上尊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就要成为得人渔夫 因为你呼召我们 但我们愿意跟随你 跟随你的那一天开始 主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应许 我们要成为得人渔夫 帮助你自己的百姓 听到了我们就乐意跟随 其实当我们乐意跟随的时候 不但我们看到很多人因此而信主 我们自己也被改变了 因为这是你的应许 我们就是为得人渔夫 我们要经历那 从来没有经历过 比金银财宝更棒的喜乐 那就是得人 为主来得人 因为我们是得人的渔夫 这时候我们也用奉献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你来充满我们 将我们当那十分之一 现在你的面前 更是我们很甘心 又一个奉献 主当我们踏出这一步的步伐 去得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 你用神及其事随着 因为这是你的应许 让我们看到 我们都要一步一步 很快的 让我们变成一个一个的 得人渔夫 献上人要给你 愿让我们用奉献的敬拜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论 我可不为 这个祖门